日前 宋维龙将老板于正告上法庭 双方正式对簿光棠 娱乐圈里 明星和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屡见不鲜 大多数发展艺人基本上都会挂靠经纪公司 尤其在中国 更是一个大经纪公司把持着99%的资源 若能加入大型公司就能保证有专业的团队对接 确保有戏之外 在发生事情时 公司也有人卖摆平 若是要单打独斗 靠自己拼搏取得更好资源 那会非常辛苦 但也能减少与经纪公司资源分配不均 合约纠纷的问题 以下9位不签公司闯出头演员 白敬廷靠自己拿资源 谭松运自己创公司 正业诚也没靠山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一 白敬廷 白敬廷在中国娱乐圈是有名的个体户 也就是从来没有签约任何经纪公司 靠着自己单打独斗 在娱乐圈场出一片天 这真的很难 在中国99%的资源都被各大经纪公司把持 像是迪丽热巴 杨子这样爆火的流量小花 而白敬廷大学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相对于课班演员出身来说 更少了接戏的渠道 然而他靠着一股对演戏的热情 自己找剧组自己去试镜 终于在网剧匆匆那年饰演男配而出道 白敬廷是幸运的 同时他也非常努力 再加上天生性格和高情商 让他很快在娱乐圈积累了人脉 以下之位置校园男神的形象深知人心 在综艺节目 明星大侦探聪明又风趣的性格积累人气 天圣长歌 平凡的荣耀 你是我的城市英磊 逐渐累积实力 2022靠着爆款剧开端 晋升为串流平台评级为S一线的艺人 白敬廷一路走来头脑特别清醒 不追求流量 专注磨练演技 不靠背大公司依然闯出一片天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二 谭松韵 谭松韵也是从来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靠着自己闯出头的个体户 谭松韵原本不是学表演的 他是复夺了一年才终于考进梦寐以求的北京电影学院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签任何公司 在娱乐圈自己摸捆带爬 客串出演《甄嬛传》首次被观众注意到 不过这并没有为他带来多大效益 又熬了四年才告着高评价的青春校园剧《最好的我们》为人熟知 自此就成为甜宠剧御用女主 谭松韵还自己开了公司幸运文化 并且2020年让他爆火的《以家人之名》幸运文化也参与投资 所以说谭松韵可是女爸总呢 2020年谭松韵事业大爆发 同一年火了解腻之下和《以家人之名》两部剧 让他从甜宠网剧圈跳脱出来 晋升为一线人气演员 不欠公私闯出头的演员三 王凯 王凯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呀 2005年就出道 王凯演过许多奇葩角色 在仇女无敌扮演娘娘腔的模样 让他被吐槽很久 后来遇到伯乐正午阳光 才先后凭借着狼牙榜 伪装者爆火成一线男演员 洗刷掉过去那些让人不认直视的荧幕形象 王凯和正午阳光合作了好几部剧 后来正午阳光取消了和演员合作的艺人经纪部门 王凯才正式成立自己的公司 得舍影视 晋升为老板 自己带艺人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四 吴磊 同兴出身的吴磊 也从来没有签约过任何经纪公司 其实许多同兴出身的演员 因为有着自小积累的国民度会选择自己单打独斗 不签公司 因为这样不会受到经纪公司的束缚 并且由身边信任的亲朋好友组成经纪团队 被称为家庭工作坊 不过这样的家庭工作坊形式有利有弊 不过这样的 虽然家人值得信任 但未必有像经纪公司那样的专业态度 在许多对接的事务上很容易会出问题 幸好吴磊本身头脑清醒 对于自己的事业有规划 不刻意追求流量 不断尝试各种类型的剧本 在参演《狼牙榜》后 让他国民度大升级 近几年 吴磊极力摆脱统兴的形象 接连主演《斗魄苍穹》 穿越火线 启航 当风起时 力求转型 和迪丽热巴合作 长歌行 人气翻掌 逐渐从男孩 蜕变成荷尔蒙爆棚的男人 目前公司闯出头的演员舞 陈兴旭 陈兴旭和吴磊一样 是同兴出身的个体户 从来没有签约过任何经纪公司 在演艺圈独自一人 单打独斗 只是 陈兴旭不像吴磊那样 有这么高的国民度 在2019年爆火的东宫之前 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18线演员 东宫后 大家终于记住陈兴旭这个名字 只是 也因为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所以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陈兴旭和那些上升期的艺人比起来 资源就比较虐一点 幸好因为东宫让他和串流平台优酷建立人脉 先后又合作了真相 一见倾心 后续的山河表里和兴落宁成堂 也都是优酷给的资源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六 张子峰 又是一个同兴出身 不签大公司的个体户 如果你看过电影《唐人接探案》 骗冲那个露珠诡异笑容的最终大boss就是他 且他之前还被中国电影频道评选为 《演技派似小花旦》其中之一 2001年出生的张子峰 年仅8岁凭借灾难情感片《唐山大地震》中的 《小风登一角》站露头角 并获得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成为当时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 张子峰和其他同兴不同 他是以大荧幕闯出名号 凭着高评价的电影和精湛的演技积累国民度 所以说他不用签约任何公司 就会有一堆导演捧的剧本来找他拍戏 张子峰的机运让许多演员羡慕不已 小小年纪就能合作大导演 参演大片实在难得 不过主要也是张子峰本身有演技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期 郑业诚 原来郑业诚也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过去郑业诚就常常被网友视为遗珠 明明有演技 有颜值 可是在演技圈摸滚带爬这么多年 资源还是这么虐 怎样都红不起来 原来是因为他不曾有经纪公司当靠山 所有的戏约都是他自己去试镜争取来的 郑业诚在许多爆火古装剧演过打酱油角色 古剑奇谈 花千古 神雕侠侣 芈月传等等 后来终于再微微一笑很清诚美人师兄一绝被观众认识 只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好的资源 一直在演一些小成本网剧 直到2019年 贺利华亭三千压杀 离人心上才终于让他渐渐闯出头 如今郑业诚依然会借配角戏或是借A级小成本剧 但已经比之前好多了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8 刘宇宁 刘宇宁和其他人比较不一样 严格来说他有经纪公司 但又不算有经纪公司 早期刘宇宁是抖音有名的网红歌手 2014年开始担任摩登兄弟主唱 后来摩登兄弟签约给欢剧传媒 然而他个人转战影视圈 是靠刘宇宁自己单打独斗才创出一片天的 曾经有人说过刘宇宁是资源咖 殊不知他背后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资本支持 所有的戏约都是靠他自己累积人脉争取来的 先前采访刘宇宁就公开解释过 他说之前给沙海唱主题曲《让酒》 从而认识了影视公司 后来才介绍他去演了第一部戏《热血少年》 因为在热血少年的绝佳表现 又给他介绍了第二部戏《终极笔记》 而热血少年导演朱瑞斌也十分赏识刘宇宁 才又介绍他演了第三部戏《长歌行》 刘宇宁在《长歌行》圈粉无数 也让他正式成为演员 不签公司闯出头的演员九张婉毅 追过乔家的儿女应该对四强张婉毅有印象 他刚出道时是签过经纪公司的 然而经纪公司给他画的大饼全都没有兑现 张婉毅因此提出解约 恕不知公司却反手将他告上法庭 狮子大开口让他缴纳125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最终幸好在法院的协商下 张婉毅承担50万违约金和10万律师费 才换回了自由身 此后张婉毅就吓到了 再也没有签约任何经纪公司 然而没有公司的张婉毅 反而发展得风生水起 张婉毅独自在演艺圈单打独斗 自己争取细约 争取资源 最终在2021年凭借觉醒年代 乔家的儿女及不高评价大剧闯出头 不走流量路线 而是靠好作品说话 让他知名度直线窜生 今年还接下腾讯S家重磅古装剧 长相思合作顶流女星杨子 终于是苦尽甘来了